没有考到理想的分数 不一定完全是你自身的问题 大概率还是上不了案 数学不好的人可以选择不考数学的专业 而有的同学没有考好是因为没有考专业的 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 在下一期视频 我打算花一整新视频来盘点一下 国内985高校那些比较好考的专业 哈喽哈喽大家好 我是孟东 真的好久好久都没见了 这段时间呢我也没有停下努力 完成了几件非常重要的事 之后的视频啊会一一跟大家分享 考研成绩刚出来不久 相信成功上案的小伙伴就不再会点开这期视频了 所以呢主要是想跟考研成绩不太理想的同学聊一聊下一步的规划 首先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 其实在第一期视频中我已经提到过 我也是一名参加过考研二战的选手 在我申请出国留学的两年间 同时也被考过两次国内的研究生 在第一年中的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结果都很惨淡 第二年在顺利拿到英国剑桥大学alpha的同时顺利考入北京大学 所以想把自己在第二年中的经验分享给大家 其实啊对于二战的同学来说 无论是国内研究生还是准备出国留学 对于我们来说考验最大的已经不是专业课水平 因为比起其他人你已经多复习了一年 所以你的专业课水平其实是胜券在握的 但对于我们来说最大的考验就是心态和抗压能力 以及重中之重的选择 大家要相信没有考到理想的分数 不一定完全是你自身的问题 跟选择也有非常大的关系 比如说专业选择 择校都是有非常大的学问和技巧的 大家都认为考验失败无非就是 选择放弃考验直接工作 再考一次国内研究生或者出国留学三种道路 但看似常规的三种道路 没条理其实真的可能有你从未了解过的信息 首先需要分析一下哪一类同学 可以不再考验直接去工作了 那么就是随大留 重在参与对科研毫无兴趣 也不指望硕士学历镀金 也不打算用研究生学历去找工作的同学 你真的可以直接去工作了 但当你觉得自己花了一整年的时间 耽误了秋招找工作 没有考上很不甘心 想要再尝试一年的话 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打算 因为你抱着不甘心的心态再来一年 大概率还是上不了岸 那这样你不仅错过的是秋招 而且耽误的是最宝贵的应届生身份 但现在去找工作真的一点都不晚 虽然错过了秋招 但还有春季招聘啊 谁说春季招聘就只能去简陋啊 其实还是有部分好单位 只在春季招聘的 这就需要根据不同学校 不同专业去咨询一下 自己上一届的学姐学长 这条信息其实也可以提供给 在2022年想要应届考研的同学 但是又怕自己耽误一整年时间 会影响秋季招聘 听信江湖中的传言说 考研一定会跟找工作矛盾的同学 如果是决定选择二战的同学 那么一定要分析清楚 自己失败的原因 总体来说有以下三点原因 第一点就是自身原因 第二点是专业 第三点是择校问题 自身原因主要是没有考好的原因 主要在于自己学习方法不正确 投入时间不够 或者完全复习偏了方向 总之自己的分数 还有非常大的提问空间 这样的同学通过采用科学的学习方法 投入更多的复习时间 好好复习一年 相信问题不大 最有技术含量的就是选择专业和选择学校了 要知道有的同学没有考好是因为专业跨度太大 而有的同学没有考好是因为没有跨专业 专业跨度太大的同学就需要你选择一个跟自己跨度不是很大 甚至有交叉的学科去考 而有的同学没有跨专业 是因为据我所知大部分女生数学都很不好 都很怕数学 而相当一部分男生都很怕英语 举一个现实中的例子 就比如说我本科的专业是工科中的工科 考研科目是要考数学一的 是比较难的那一档 而我大学最好的朋友 他数学真的很差 他考研复习真的也很用功 但第一年还是因为数学没过线而落榜 第二年他果断勇敢选择了一个不考数学的专业 好像是在化学大类下的一个专业 就非常的顺利考入了一所211大学 所以在考研中有短板 不是说你这辈子都考不上研了 而是你要想办法去避开 数学不好的人可以选择不考数学的专业 英语不好的人可以选择考英语2的专业 大家千万不要误认为 不考数学的专业会不会就是一些 不好找工作的文科专业 真的不是这样 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本科五年制的建筑设计专业 在很多学校算是工科专业 但他的考研科目中就没有数学 那谁也不会说建筑设计是一个 很难找工作的文科专业吧 那些英语不好的人选择考英语2的专业 真的会比英语1简单到不是1点2点 所以从一开始选择了避开自己短板的专业 选择这样的专业 是不是还没有考胜算就大了很多呢 再来看一下择校问题 其实这是一个更加讲求技术的问题 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没有考好 是院校报的太高了 其实不是这样 不是说好学校就一定难考 而普通的学校就一定好考 好学校也有冷门专业 普通学校也有非常热门的专业 当然在下一期视频 我打算花一整期视频来盘点一下 国内985高校那些不为人知的 比较好考的专业 如果说你是非常热爱自己本来的专业 那么你就可以选择一个相对不是特别热门 特别难考的学校去考 如果你对自己的专业不是很感兴趣 也暂时没有找到自己的科研方向 你就是需要这个研究生学历去镀金 而更讲究学校的牌子的话 那你就可以选择好学校 相对冷门的专业 因为未来不看专业能解决的问题太多了 比如说现成事的户口问题 选调生政策啊当公务员啊 其实都跟你专业没有太大的关系 但也不排除有大神可以既选好专业 又可以选好学校 但我觉得毕竟是第二年了 我也是过来人 我觉得在第二年心理压力真的非常大 我以及身边二战的同学们 最大的愿望就是想要有学上 我觉得求稳是二战的第一目标 下面聊一下出国这个问题 现在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 在这方面我太有话语权了 因为在我准备申请出国的两年间 我真的研究了除中国外 所有教育大国的研究生项目 大家都觉得出国留学 经济压力会大 付出的成本可能会更多 其实不是这样的 首先在第二年中选择考国内研究生的同学 因为考试科目比较多 大概率还是会投入所有的时间去复习考研 那么我觉得有很小的几率 能兼顾工作和兼职收入这一块 而准备出国的同学 除了准备申请文书以外 其余的时间其实都可以用来兼职工作 而经过了一年考研英语洗礼的人 无论你准备托福还是雅思 其实都有很强的基础 提分会非常快 除非你的目标就瞄准了英国牛建 美国唐校这样档次的学校 可能需要你花费所有的时间 投入到语言的提升中 但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 因为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那几所top的学校之外 国外排名非常优秀的学校真的太多了 毕竟现在连一线城市的落户政策 都是只要求世界排名500名的院校就可以的 所以大家的思路一定要打开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费用问题 大家都觉得国外留学成本可能很高 但其实不是这样 尤其是赶上疫情的这两年 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 很多同学其实并不用去到学校上课 远程授课 甚至就可以毕业拿学历 虽然大家觉得远程授课 好像含金量低了一点 但是也为你省了一大半生活费啊 这可能对于那些原本这辈子 不可能有条件出国的同学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 从学费角度来讲 英美的学费算是比较贵的 但美国相对给奖学金是比较大方的 只要你本科成绩比较优秀 大部分专业还是可以申请到 美国研究生的半奖 甚至是全奖的 虽然英国奖学金给的非常罕见 但英国只有一年啊 再加上如果可以远程授课 又省了整整一年的生活费 这个性价比真的太高了 我留学的那一年 大家都开玩笑说 1718年是留学英国性价比最高的时刻 是因为当时英国脱欧嘛 英镑的汇率产生了非常大的波动 等于所有的学费生活费 都是原来的八折 但没想到柳安花名又一村啊 最高性价比的时刻还在后面 就是疫情这两年 除了英美 真的还有很多性价比很高的学校 比如说欧洲的意大利和荷兰 就有很多好学校 意大利的米兰理工 荷兰的戴尔夫特 都是排名非常出色的学校 尤其是意大利的米兰理工 排名其实非常好 尤其是一些设计专业和理工科专业 它不仅仅学费低廉 它最大的优势是一年有两次招生机会 就是春季入学和秋季入学 这对于想节省时间 觉得花一年时间去考研 非常浪费时间的同学来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当然全球像米兰理工 这样一年招收两次研究生的好学校 还有非常非常多 不是鼓励大家都去报考米兰理工 而是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和希望 大家可以顺着这个思路 去找到更多适合自己的学校 还有亚洲也有很多性价比高的学校 比如说日本的很多公立大学 如东京大学 每年都会录取好几个中国人 虽然是英文收课项目 而它的托福成绩又远远比英美国家的托福成绩要低 其实还相对更好考 而留学费用又是英美国家的领头 东京大学的排名就不用我赘述了吧 再比如说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学 新加坡鼓励大学也都是性价比很高的好学校 其实在大家抱怨觉得非常倒霉 感到这两年疫情时代让找工作变得很难 导致考研人数激增 竞争更加激烈 觉得非常倒霉的同时 其实也有另一面的机遇 比如说对于初卧留学就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其实啊就是想告诉大家 考研的暂时失败真的不可怕 真的还有太多太多的好机会了 那么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我在视频内容中没有提到的信息 欢迎大家在评论和弹幕区中补充 也希望大家能够互相多多的提供信息 说不定你就能在这里找到你未来并肩作战的好朋友呢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